謝謝大家來參加臺灣第一個發揮能量供應系統的發表會 全臺灣的發揮交易大概一半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臺北市的消費、交易金額佔掉全臺灣發揮市場一半 事實上在108年,離現在大概三年前 我們批發市場就建立了能量的系統 所以我們進到這裡後,剛才進來就能看到一連串的冷藏庫 可是問題是,發災下來還有從產地包裝、運送到這裡 過去並沒有建立一個能量的系統 所以我們要想說,如果要讓它品質要控制 從頭到尾都是在能量系統,這樣保存期間比較好、品質比較好 當然這樣一定要有進一步,所以謝謝這個農糧食也補助權 還有這個台中市政府跟南投縣政府也合作 所以我們找了這個,後面這個南投縣大南的這個發揮合作社去合作 我就說,從那個地方發災下來以後,從處理一直到運送 全部給它能量 那其實這個 其實不只花費啦 其實更重要的 應該是包括農產品 包括這個 肉類,還有這個蔬菜,最理想是全部都要能量化 那這個當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包裝的標準化 桌子,標準化,上盤化,能量化,全部都要做起來 那今天是我們先建立全台灣第一個,從頭到尾都是能量的發揮系統 那將來這個做成功以後,大家看OK以後,就應該要推廣到全台灣其他地區的發揮場地 那這樣整個系統就建立起來 那當然不只發揮啦,其實到農產品到弱品,全部應該整個把它建立 所以我們,歐每次講說危機就是短期,你知道嗎 在這個疫情之下,你知道嗎 我們還是很多系統繼續往前推進 那這樣 其實所有這一些,你知道嗎 其實衛生啦,什麼跟疫情還是有關係 那我們就繼續努力,你知道嗎 還是謝謝這個農產社的補助錢 還有南投縣政府跟台中市政府給我幫忙,你知道嗎 這是台灣第一個啦 但是不是只有這樣 下一步是怎麼再繼續推廣下去的 這是要努力的目標,謝謝大家